中國晶片爆技術 抄襲日前中芯國際才被爆出 7奈米製程疑似 抄襲台積電引發 踏伐現在居然又大吃 臺灣護國神山的豆腐 中國知名科技網站刊文 聲稱台積電量產的3奈米晶片 是中國國產 讓自家小粉紅們也看不下去 許多中國網友留言嘲諷 全世界都在看笑話 還有人說臉皮真厚 美國要斷中國晶片的深路 祭出被稱作晶片之母的 EDA軟體禁令 一旦中國沒有美國三大廠商的支持 等同於無法製造3奈米以下的先進製程 不過中國媒體近大肆報導 有中國半導體業者樂觀認為 此事暫時不會對中國半導體業造成影響 反而提供中國EDA產業發展的機會 但真能因禍得福嗎 中共透過各種手段大力扶持半導體產業 連中國媒體也自嗨大內宣 反而讓全世界看了大笑話 三立新聞要抽成李文科綜合報導